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 他对冲米,受尽劳苦,彻悟本性,三根入室寇师求法,五祖传以至道,并受一波继承道统,主言一波未争端,指如悟传,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,后将密法传之白,马二人,副主白,马,天意已定如其事中,道将火宅,和光同臣,秦参菩提心,永正涅槃果, 魏济曰,释迦从此觉宗风,儒门得法至道通,日后三期开普渡,振兴成义和中庸,从此不传一波,道转火宅,六祖后至淮州上爱领最高峰时事中修炼,经传为六祖言,后反曹熙而教大法,学者云集,讲经说法化度有缘,而不传之于僧也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,东土六代,六祖姓卢号慧能,慧能,是大剑禅师,乃的藏骨佛化身,母怀孕六载,其先祖本范洋人士,客居岭南兴州,自幼好道,文经有物,史智仿道,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菩, 三叶五祖,祖命在四随众作物,踏队充米,受尽劳苦,彻物本性,三根入世寇施求法,五祖传以至道,并受一波继承道统,主言一波未争端,指如物传,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,后将密法传之白,马二人, 父主白,马,天意已定如其事中,道将火宅,何光同臣,秦参菩提心,永正涅槃果,未济曰,世家从此绝宗风,如门得法至道通,日后三期开普渡,振兴成义和中庸。 从此不传一波,道转火宅。 六祖后至淮州上爱领最高峰时事中修炼,经传为六祖言,后反曹熙而教大法,学者云集,讲经说法化度有缘,而不传之于僧也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